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 欢迎来到禅艺 古今律中,每每将酒辟喻为毒药 甚至有腻 饮毒药不可饮酒的教界其实通俗来讲 关于饮酒可能造成的过失 2021年10月19日 66岁的台湾金曲歌手高相鹏在回家过马路时意外摔倒 随即陷入昏迷 被送进家户病房 生命一度垂危 之后便一直少有高相鹏的消息传出 令外界十分担忧其身体状况 2022年1月6日 时隔三个月 高相鹏的友人终于对外曝光了他的最新病情 声称高相鹏目前依然处于昏迷状态 尽管他已经在医生的建议下进行了气管窃开术 不过情况依然没有得到改善 高相鹏虽然现在能动四肢 但医生表示这只是生理反应 情况依旧没有好转 令人忧心不已 不过对于家属来说 如今高相鹏的四肢仍有反应 只要还有一点点希望 他们就不可能轻易放弃 这位友人还称 高相鹏已经转院 但是过程非常不容易 因为切开了气管 所以需要找到能够照顾他呼吸的护工 但这样的护工并不好找 不是每家医院都有 因为处于疫情期间 朋友无法自如地进出医院探望 只能干着急 但亲友心中仍保留着一丝希望 盼望着奇迹出现 高相鹏能够早日醒来 高相鹏出道三十多年 是台湾资历的闽南语歌手 擅长唱闽南语 客家语 闽南语歌曲 虽然名气不大 但做事认真 一丝不苟 是一位从选歌 录歌 拍摄 NV 服装搭配都亲自负责的 全能型艺人高相鹏 是在1997年进入乐坛 演唱过马拉松《九泉女人心人生路对手》等歌曲 还以服气了与搭档方怡萍拿下金曲最佳演唱组合奖 高相鹏出道这么多年 收入不俗 他多年前曾受访表示 没有与方怡萍合作的12年里 少赚三千万台币 两人后来再次合作 马上拿到六百万台币的酬劳 这些年 他们彼此至少收入过一台币 高相鹏和方一平都善于理财 他们在台湾 福建 厦门都有房产 高相鹏还开了一家千平米的婚礼餐厅 年收入过百万 但他为人仗义 曾多次借钱给朋友收不回来 损失六百万台币 其实高相鹏这次突然昏迷 让人十分意外 因为他一直都在照常更稳 愉快地分享 医食住行高相鹏 曾在2021年9月27日 透露自己接种疫苗 表示接种后食欲越来越好 还询问大家打完疫苗的感觉是怎样 按理说一般接种疫苗前都会检查身体 在健康允许下才会进行 而高相鹏也表示接种后食欲变得很好 所以外界猜测 他的昏迷或许与聚餐饮酒有关 但具体情况有待医生的体检结果 没曾想过退休的高相鹏 突然以这种方式登上新闻 还是愿他吉人天相早日苏醒 不管高相鹏的现状 是不是饮酒导致的 但是过量饮酒肯定是不应该的 大家都知道 尤其是佛教是反对饮酒的 无论在家出家 戒律上都一律禁止饮用 其实对于酒的定义和分类 经伦戒典多有详说 据摄论卷十四载 就有三种油米 麦等古类酿成的血罗 以果实或植物的根精酿成的迷离烟 而在上边 两者都没有完全发酵时 可令人生醉 称为墨驼 此外 又有果酒 果酒 要草酒等三类酒的分类 又据根本说 一切有不疲 耐耶颂 以各种米麦酿制之酒 又称大酒 以植物的皮 果 花等将之酿成者 称为杂酒 严格地说 但凡有酒色 酒香 酒味 或仅具其异而能醉人的 不论是古酒 果木酒 药酒 甜酒 清酒 乃之酒库 酒糟 皆在禁戒之列 饮烟则饭 大家都知道 酒戒是佛教基本五戒之一 如果 受了酒戒 就不可以再喝酒了 那么佛陀 为什么要制定酒戒呢 其实 酒戒只是摘戒 不是性戒 喝酒本身 并没有多大的过失 但是如果喝酒多了 就可能造成很多过失 可能就会触犯其他戒律 所以 佛才制定酒戒 皆就为大酵成 共同的律制 出家 在家四众皆须 恪守原始佛教之根本经典 阿寒经集在佛陀所宣说五戒 即不饮酒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饮邪 不妄语 是为佛教徒所要遵守的 五种基本行为准则 由此断除恶因 尽求佛果 一 绿藏珠典如犹婆 塞五戒相经时宋帅所在 佛陀本人对不酒戒 进行了详明的谄说和 严格的规范 在于当时 印度的肢体国 伯陀罗婆提议 关于饮酒的过失 三藏诸步经典有或简或细的归奈概括 根据对象的不同 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世间的在家人 多从一般现实生活 事业 财富的得失利弊而言 以契合他们的层次 另一类是针对信任的四众弟子 特别是对出家众人的开示 不仅止于世间 善恶得失 进而更上升至 饮酒对出世的终极解脱的极大危害 前者论述 阿含经的阿雀 以经刊为代表 经中佛陀向富商善生说法 告诫他世间 有六种恶行能损财业 第一种即是陈酒与酒 其实有六一者失财 二者生病 三者一生斗争 四者恶名流布 五者息怒暴 口声六者 智慧日损 唯有加以避免 才会财业日增 生活和乐 第二类产说甚多 如四分律之时过 大馆度论之三十五过 周时经之三十六师等 皆列举饮酒所产生的过失 除寒阔前类过失 加以更细密的分析罗列外 更从滋生欲求 造作恶业 破坏信仰 妨碍修行等方面 数尘其罪 以为信持佛法者的警戒 总之 酒是昏狂之药 一切严重的过失 都因此而生 如多论 以为此戒极重 能使人作肆逆重罪 并能使人因酒罪 而破贩一切戒 造一切恶 时事昏神乱思 放一之本 古今律中 每每将酒辟育为毒药 甚至有腻 饮毒药不可饮酒的教诫 其实通俗来讲 关于饮酒 可能造成的过失 可以具体分为一 心无节限 这是最主要的 喝少点没事 但人一旦喝多了 就控制不住自己了 本来没想多喝 但经不住别人劝 最后喝得越多 就越想喝 直到鸣鼎大醉为止 二 财务须截人 喝酒上了饮 最后 往往都是穷困潦倒 因为太爱喝酒 每天喝酒度日 就顾不上专心工作 不能挣钱 还要花钱买酒 最后 就把家里的财务耗空了 三 重病之门喝酒 少对身体 还有些好处 但是经常喝多 就不行了 既伤肝又伤身 对大脑神经也有刺激 最后闹出一身病来 四 斗争之本人一喝多就不理智 脾气 气也会变大 很容易和别人起冲突 好多大家斗殴都与喝酒有关 一旦发生命案 就很难收拾了 五 裸露五尺一旦喝多 就很容易失态 也不知道羞耻 跟牛马的形象差不多 很丢人 六 智慧蒙蔽酒精会麻痹人的大脑神经 让人变得思维迟钝 记性大减 哪里还有什么智慧 七 散失财物喝得迷迷糊糊 晕头转向 随身携带的财物 就很容易遗失 没准落在酒店 也没准落在出租车上 到了第二天 也不一定能想得起来 八 浮腻之事 尽向人说俗话说 酒后吐真言 人喝多后 嘴巴就没有把门的了 什么都敢说 什么秘密都守不住 酒醒之后再后悔 就已经晚了酒 纵色无度酒和色 这两个字通常是连在一起的 喝酒多了 就容易放纵色欲 不知道节制 伤了身体还是其次 如果触犯法律 那麻烦可就大了 十 疏远闲善 结交恶人 喜欢喝酒的人很少 去主动结交善良 又贤德的人 反而容易结交 一些狐朋狗友 总跟这些人在一起 往往无心犯罪 最后还是跟他们一起 稀里糊涂地犯了法 受到法律的制裁 十一 不敬父母 不畏人言 不畏国法 很多人酒一喝高了 就天不怕的不怕 冲着父母 也敢大声嚷嚷 对于别人的好心规劝 也听不进去 谁劝跟谁急 对于国家法律 也不在乎了 肆意妄为 最后受到制裁 毁之晚矣 十二 身体软弱面色变 差常常喝酒过量的人 身体素质 就会越来越差 柔弱 无力 因为身体受到伤害 面色也会变得 越来越难看 十三 人之憎恶 工人摒弃 没有人会喜欢一个酒鬼 看到后 一般都会躲着走 本来以前 对自己很恭敬的人 也慢慢地对他失望 最后只好摒弃他了 所以 酒即为残险毁胜 败乱道德的恶缘 亦能令一切众生心生颠倒 失会治罪 所以戒律 不仅禁止自己饮酒 也禁止 教人饮酒 不得操持沾染任何酒业酒缘 如大爱道比丘尼经云 不得饮酒 不得尝酒 不得绣酒 不得卖酒 不得以酒饮人 不得谎称 有病期饮药酒 不得治酒家 不得和酒客 供与撒婆 罗皮泥皮婆沙卷衣 名声在家 居是不得做沾酒的行业 视之为不道德的邪业 为之必相思果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